还上巴伦落后四番,对于恒大来说,接下来巴伦,恒大已经没有犯错的空间了,毕竟主动权已经在上杠手中了。 如果恒大接下来继续犯错,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,恒大巴连冠基本没什么戏。 那么最后八轮,恒大能拿拿24分吗? 我觉得有可能,最后八轮,特长打苏宁,主场打大连,特长打华夏,主场打人和,特长打贵州,主场打上岗,特长打重庆,主场打太达,这八个队手里面。 苏宁,任何在集团层面都跟恒大有交集,既然双方老板都是朋友,这时候苏宁跟任何在最后几轮,无论如何都不会去阻击恒大。 当然这两场球,恒大也未必会轻松取胜,但是赢球应该问题不大,面子都给到位就行了。 剩下六场球里面,主场打大连和太达问题,应该也不会太大,在主场打这种中下游球队,特别是太达这种经常充当送分同此角色的球队,恒大也不会出现意外。 剩下四个对手里面,贵州和重庆这两个客场,恒大应该也可以拿下六分,特别是贵州当时很可能已经降级,重庆很可能保级或降级命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。 这六分或许难度不算大,因此对于恒大来说,最后八轮真正的挑战,其实就在客场打滑下,以及主场打上岗的六分战上,如果是早一个月打滑下,我相信以恒大的状态会轻松取胜。 可是现在他已经缓过来的滑下,还是在客场,恐怕恒大也没有百分,只败的把握,而倒数第三轮主场打上岗,这将是恒大本三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。 所以如果打滑下和上岗这两场球,恒大不掉链子,那么在首关阶段就不会掉链子。